以赛亚书第36章 西西迦王十四年 亚书王吸拿基地上来攻击犹大所有的坚固城 并且跋城攻去 亚书王从拉吉拆派拉伯沙基带领大军往伊路撒冷 到西西迦王那里去 他站在上池的水沟旁 就是在往漂布地之大陆上的时候 西勒家的儿子管家以利亚靖 书记舍伯纳和亚萨的儿子使官约亚都出来见他 拉伯沙基对他们说 你们去对西西迦说 亚书弹王这样说 你所倚靠的算的是什么倚靠呢 我说 你打仗所用的谋略和能力不过是虚化罢了 你到底倚靠谁 以致你背叛我呢 看哪 你所倚靠的埃及是那压伤的卢尾杖 人若倚靠他 他就会插进他的手 把手刺透 埃及王法老对所有倚靠他的人也是这样 你若对我说 我们倚靠耶和华我们的神 这神所有的秋坛和祭坛 岂不是都给西西迦废去了 他还对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人说 你们只要在这祭坛面前敬拜吗 现在你可以与我的主人亚述王打赌 我给你二千匹马 看你这一方能否派出足够骑马的人来 若不能 你怎能击退我主的臣仆中最小的军长呢 你竟倚靠埃及的战车和马兵吗 现在我上来攻打这地 要把这地毁灭 岂没有耶和华的意思吗 耶和华曾对我说 你要上去攻打这地 把它毁灭 以利亚静、摄伯纳和约亚 对拉伯沙基说 请你用亚兰语对你的仆人说话 因为我们听得懂 不要用犹大语对我们说话 免得城墙上的人民听见 但拉伯沙基说 我主差派我来 只是对你和你的主说这些话吗 不也是对那些坐在城墙上 要和你们一同吃自己的粪 喝自己的尿的人说吗 于是拉伯沙基站着 用犹大语大声呼喊说 你们要听亚述大王的话 王这样说 你们不要被西西家欺骗了 因为他绝不能拯救你们 也不要给西西家说服你们 倚靠耶和华说 耶和华必定拯救我们 这城也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 不要听西西家的话 因为亚述王这样说 你们要与我和好 出来向我投降 这样个人就可以吃自己 葡萄树和无花果树的果子 也可以喝自己井里的水 等到我来的时候 就会把你们领到一个 与你们本地一样的地方 就是一个有五谷和辛酒的地方 一个有粮食和葡萄云的地方 你们要小心 免得西西家怂恿你们说 耶和华必拯救我们 列国的神 有哪一位曾拯救自己的国土 脱离亚述王的手呢 哈马和亚尔巴的神在哪里呢 西法瓦印的神在哪里呢 他们曾拯救撒玛利亚脱离我的手吗 这些国所有的神中 有哪一位曾拯救自己的国土 脱离我的手呢 难道耶和华能拯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吗 众人都默不作声 一句话也没有回答他 因为王的吩咐说 不要回答他 于是希勒家的儿子管家伊利亚静 书记舍伯纳和亚萨的儿子使官约亚 都撕裂衣服 来到西西家面前 把拉伯杀鸡的话告诉了他